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 国民党党内初选的结果 和韩国瑜当选台湾总统的可能性有多大 7月15号呢 国民党党内初选结束了 韩国瑜获得了胜利 韩国瑜的这个支持率是44.8% 第二名郭泰民的支持率呢 只有27.7% 双方的差距不小 这种党内初选大幅度领先的结果 就提高了韩国瑜阵营的士气 很多韩粉认为啊 韩国瑜能够冲破层层障碍赢得初选 证明他是有实力的 证明他将来一定能够赢得总统的宝座 那现在很多台湾的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和中国大陆的民主派的人士 现在都有一点担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瑜是非常亲共的 韩国瑜背后就是中共 韩国瑜的主要的金主蔡衍明 绝大部分的财富都在中国大陆 而他本人 韩国瑜本人也曾经在中国大陆接受过政治培训 也和大陆的这个军情系统啊 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 韩国瑜如果成了台湾的总统 成了台湾三军总司令 那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不可弥补的巨大的漏洞 中共就有机会啊和平统一台湾 甚至有机会啊武力统一台湾 那一旦台湾这个啊落到中共手里面 习近平手里面 那么习近平政权就固若尽汤了 中国的民主变革的希望也就非常的渺茫了 所以说呢 我今天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消除大家的疑虑 第一个呢就是韩国瑜为什么能够大幅度的领先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瑜啊 他很强大 而是因为他的几个对手太弱小 大家都看到韩国瑜啊 他自从当选高雄市长以来啊 市政建设上面几乎是毫无建树 除了中共给他几张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农产品购买 这个销售备忘录之外 其他方面呢几乎是乏善可成 这个人呢有一样本事非常厉害 就是忽悠人的本事特别厉害 他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啊 变成几句简单的政治口号 然后呢让人家耳熟能详 比如说啊 他去年竞选高雄市长的这个口号就是啊 祸处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 今年他竞选总统的口号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这些口号啊都有非常鲜明的中共宣传动员的特色 当年中共在江西搞武装歌剧啊 为了欺骗那些贫苦农民那入伙 就提出一个口号叫打土豪分田地 所以很多人上当 后来呢中共又逃窜到陕北 那个时候几乎淡尽粮绝 为了鼓舞士气啊 他们准备打榆林城 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口号 叫打进榆林城 一人一个女学生 用这种最直接的语言来激发人的最原始的欲望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的诀窍 韩国瑜在北京受了这个这么多年的培训 学得非常的好 对这个诀窍啊用的非常的娴熟 深得其中三位 而其他的几个位候选人呢 在这方面就太弱了啊 周西伟张亚忠这两个是就是来陪战的 我们就不说了 只说朱立伦和郭台铭 这两个人呢 都有致命的缺陷 如果是在其他领域 他们可能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但是在总统选举当中啊 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 那朱立伦的致命缺陷呢 是缺乏担当 太柔弱 要想角逐这个总统大位 有胆识感担当 这是必须的数字 在2016年的啊 那次总统大选当中 朱立伦他本来呀 是国民党当中最富众望的一个人 但是呢 那时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选肯定是选不赢的 朱立伦呢 他为了回避这个败选的这个责任啊 就不想当总统候选人 就是因为他这种不能够自然而上 不敢担当的性格 就造成了国民党后来的这个换柱风波 后来国民党大败啊 朱立伦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那这种性格的人 那当二把手三把手 可能是可以的啊 大多数人呢是绝对不会选他来当一把手挑大娘的 而郭台铭呢做生意是一把好手 但是呢搞政治数字真是太差了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 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啊 一定要有非常强的这个传播能力表述能力 而郭台铭在这方面呢是非常差 他就连话都说不清楚 词不达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呢 再说啊做生意和做搞政治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大 隔行如隔山 做生意主要是和钱打交道 运作资本就能赚大钱 而搞政治呢 主要是和人打交道 要了解人的心理了解人的需求了解人性 更主要的是要会和人交流和沟通 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啊 搞选举政治那是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这个语言技巧啊 和沟通技巧的 能够同时在生意和政治这两个行当中做到顶级的 那几乎是凤毛凝脚 世界上这么多的亿万富豪 大家以为他们不想啊 决筑政治嘛 想但是不能够成功 成功的只有川普一个人 郭董本来也是想当台湾川普的 但是呢 他没有川普的这种高度的政治 敏锐度啊 没有川普的远见 没有川普的语言能力 哇 虎不成反内权 现在在党内初选中啊 大幅度的败给韩国瑜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瑜很厉害 而是因为啊 郭台铭在政治上太弱小 那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方面 就是韩国瑜赢得总统大选的机会 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我个人的意见是根本没有机会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韩国瑜啊 他有几个致命的缺陷啊 致命的因素让他不能够赢得大选 第一个因素啊 就是反对他的高雄人会越来越多 韩国瑜当选这个高雄市长以来 这个所有的竞选承诺全部跳票了啊 除了拿了几张这个和中共签了几张这个购买备忘录之外 没有其他的政绩 而且呢 在这段时间他还暴露了不少这个个人能力上面的短板 比如说啊高雄发生登革热 他没有及时处理 没能够及时处理 反而是在这段时间呢 反复跟中央扯皮 又比如说他在这个过去一直是主张高雄建立自贸区的 但是后来在议会的咨询当中就发现 他根本不知道自贸区是什么东西 那今后随着这个总统选战越来越激烈 这方面的压力啊 他会越来越大 毕竟靠这个说大话忽悠人 那只能忽悠于一时 不能忽悠于永久 现在高雄市的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联署要罢免他了 这个声浪啊 只会越来越大 最终会让韩国瑜参选总统的这个正当性 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第一个不利因素啊 那第二个不利因素啊 就是反对他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现在支持韩国瑜的啊 大多数是中老年受教育比较少的人 受教育少就容易被口号所忽悠 过去这二十年来台湾的这个大学教育是比较普及的 到处都是大学 这就造成了40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啊 受教育的程度普遍的比较高 比较理性 这批人呢 过去支持韩国瑜就比较少 那民调数据显示了韩国瑜啊 这个在这批人当中支持率是非常低的 那有些人说啊 韩国瑜他是要当庶民总统 其实我认为啊 韩国瑜他不能当庶民总统 他只能当渔民总统 当庶民啊 百姓没有文化的时候 思想愚昧的时候 韩国瑜才能够当他们的总统 而台湾的年轻人呢 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啊 他们 一旦一旦呢 这个开始思考了 他们就不会选择韩国瑜了 那第三个因素就是 经济选民对韩国瑜的支持度 会越来越低 过去啊 他们支持韩国瑜 是因为对韩国瑜领导经济的能力 抱有期待 那过去韩国瑜说啊 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 韩国瑜当了这个高雄市长之后 大家看得出来啊 其实他是经济零分 政治一百分 他拿不出一条办法来整心啊 高雄的经济 倒是拿出了一百分的热情 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 所以说那些想跟着韩国瑜 发大财的人一定会感觉到很幻灭 那今后就不会再支持他了 那第四个因素呢就是外部因素 对他会越来越不利 一方面啊 是今后来自大陆的这个对韩国瑜的支持 会相当的不稳定 因为中共现在内斗啊很激烈 很多中共高层不愿意看到习近平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面得分 韩国瑜当选 那就是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得分 因此呢 中共内部的这个反习派 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韩国瑜的当选 那上一次这个汪洋 向台湾的这个亲共媒体训话 让台湾人一下子就明白 哇原来台湾这么多深男的媒体 他们和中共之间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这就是啊 中共内部的反习派在搞动作 汪洋这种手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台湾很霸道 其实啊是在破坏习近平 这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 汪洋讲话后来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在台湾掀起了这个反红媒运动 受到冲击最大的是谁呢 就是韩国瑜背后的金主蔡衍明 和蔡衍明旗下的那些媒体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继续发酵啊 对韩国瑜会越来越不利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美国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 对蔡英文的支持度会越来越高 现在中共和西方之间呢 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了新的冷战 而台湾作为这个冷战的第一线 再也不可能像蛮九时代那样啊 左右逢源 两边讨好 现在只能是选边站 如果是选了韩国瑜当总统 那就是台湾要站在中共的一边 要和美国日本和其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如果是选择蔡英文 那就是选择站在美国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一边 抵制中共的进攻 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国际政治格局的这个高度 来看待这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 否则就根本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现在是两大国际政治阵营之间在进行决斗 台湾必须选边站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台湾人一定要看到这一次选举的主要议题 是政治而不应当是经济 大家不要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选错了边 更不要为了虚幻的别人忽悠的经济利益而让台湾站错了队 站对站正确了 今后有大把的机会发展经济 站对站不正确 不仅发不了财 台湾还有可能变成一片废墟 台湾可能会和新疆人西藏人一样被奴役 因为这次台湾大选呢就有这样的重要性啊 中共和这个西方民主阵营他们都会出手支持各自的这个候选人 但是请大家注意啊 中共对韩国瑜的支持那已经是非常多了 多到已经几乎是不可能再多了 而西方民主国家对蔡英文的支持呢 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很多的招数可以用 比如说他们可以派遣这个美国或者欧洲的高官来台湾访问 或者是邀请那蔡英文访问白宫 或者是跟台湾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啊 进一步向台湾开放美国欧洲市场 或者是啊 派遣更多的这个航空母舰编队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啊 进行巡游 加强台对台湾的军事保护 那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拉抬蔡英文的选情 大家记得上一次冷战那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联手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集团 那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最后胜了 苏联垮台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局呢 因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通常会更加强大 他们不战者以战者必胜 那第二次冷战现在又已经打响了 中共的这个实力远远不如当年的苏联 而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实力呢 已经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所以这个结局那一定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胜利 中共必然失败 那台湾现在从制度上面来说已经是标准的民主国家了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也把民主自由作为核心的价值观 大家觉得多数的台湾人在这个时候啊 在民主的西方和独裁的中共之间会怎么选择呢 会选择哪一方支持的候选人呢 结局当然是会选择蔡英文啊 选择西方所支持的蔡英文 那从总体趋势这样讲 这个韩国瑜的民意支持度 他是一路下滑的 他在这个暴露出啊 角逐总统的这个议员之前 他的民意支持度啊是达到顶峰的 后来呢 他表示他有意角逐大位啊 这种意愿一表示出来 支持度就开始下滑 毕竟呢 你刚刚当选高雄市的市长就落跑 这是违背承诺的 多数人是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发生的 那后来呢 郭总宣布参选 韩国瑜呢 又开足了这个火力啊 批判国民党高层密使政治啊 差一点引发党内的火拼 这个时候又让他失去了一部分党内的支持者 后来反红霉运动爆发了 又让他失去了一部分的支持者 那后来呢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爆发了 这个对他打击很大 记者问韩国瑜说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估计当时啊 他还没来得及向北京请示 应当怎么表态 所以说很愚蠢的回答记者说啊 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让他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支持者 韩国瑜的这个主要对手蔡英文呢 这两个人啊 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八字相克 那韩国瑜民意支持度达到顶峰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正是蔡英文的支持度啊 跌到谷底的时候 然后呢 韩国瑜 那他就从顶峰啊 一路下滑 而蔡英文呢 就从这个谷底啊 一路往上走 首先啊 是一月初的时候 习近平发表一个对台湾的讲话 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蔡英文强硬回击 支持度马上就提高了 后来啊 这个访红美运动兴起啊 蔡英文这个支持度再一次提高 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运动兴起 那蔡英文应对得当 支持度又大幅度的提高 那现在蔡英文又到了美国啊 得到了美国政界的很少见的高规格的接待 那支持度肯定还会再往上走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韩国瑜过去啊 也在美国啊 也去访问过美国 那他除了在一个左派的亲共的这个费政亲中心中做过一次演讲之外啊 跟美国政界几乎是没有任何互动 在他那次演讲当中啊 那个他是说英文的啊 那个英文真是很别搅别搅到了极点啊 照稿子念都没念清楚算是弄巧成拙 那提高支持度啊 对提高支持度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现在蔡英文和韩国瑜这两个人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已经是不相上下了 有时候韩国瑜还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大趋势对蔡英文相当有利 蔡英文的支持度只会继续往上涨 而韩国瑜的支持度只会继续往下降 最后的结局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说大陆的民主派的朋友不需要过分的担心台湾的选情 大家有空的时候啊到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去揭露一下中共统治下的这个黑暗现状 让那些呀被亲共媒体洗脑的台湾人清醒一下 这就是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啊 台湾的朋友呢用自己的选票将来把中共的势力赶出台湾 这就是对中国对中国大陆人民的最大的帮助 当然了台湾选战还有一些变数 比如说啊郭台铭和柯文哲是不是会参选 郭台铭如果是脱党参选 那对韩国瑜来说啊绝对是雪上加霜 我相信呢中共他会出手阻止这种状况发生啊 那柯文哲呢他这个如果是参选 那对蔡英文相当不利 他会分散蔡英文呢这个在年轻人当中的这个支持度 那谁会有没有人会出来阻止这个柯文哲呢 那所以今后啊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继续探讨 希望大家在我的这个视频留言区呀 来发言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 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